各位今天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謝主耶穌的帶領 感謝主耶穌的帶領 我們繼續來尊守安息善禮 敬拜天上的真神 敬拜天上的真神 那麼這回來領受恩典和福氣 也一起來禮受恩典和福氣 也一起來禮受恩典和福氣 下午小弟用耶穌哭樂做題目 我們對聖經中間這回來學習 從聖經中間來學習 心所創造的人其實是非常奇妙 神所創造的人其實非常奇妙 讓人有這麼多情緒 讓人有很多的情緒 讓人會歡喜 人會高興 人會悲傷 會悲傷 會想起 會生氣 會驚奇 會驚奇 也會驚慌 也會驚恐 當然有時候也覺得很噁心 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噁心 想要討厭的感覺 想吐的感覺 這是人非常基本的情緒 這是人非常基本的情緒 都是因為我們所遇到的環境 因著我們所遇見的環境 不同的一個表現 不同的表現 我們如果沒有這些情緒 若沒有這些情緒 其實可以說我們沒有稱作一個人 就沒有辦法稱為一個人 我們看到我們的主要所 我們看見主耶穌 他對天上來到一個世間 他從天上叫什麼 也跟我們一樣 也跟我們一樣 戴著肉體 戴著肉體 所以主耶穌也會哭 會開心 會生氣 所以主耶穌也會高興 也會生氣 聖經裡面最低的一則經文 聖經裡面最短的一節 就是亞洲哭了 就是耶穌哭了 中文只有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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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只有三個字 我們今天就對聖經裡面 今天就從聖經裡面 對主要所考的記載 從主耶穌哭的記載 我們這回來思想 一起來思想 我們先來看 希伯來書的第五章 先看希伯來書第五章 希伯來書第五章 希伯來書第五章 第七節 希伯來書第五章第七節 希伯來書第五章第七節 希伯來書五章七節 希伯來書第五章集完 在陸體時既然大聲哀哭 老也在德國 本求那個可以救他不用死的主 就因到他的堅信沒了應穩 他雖然做兒子優惡時 因到所受的困難爛了順暢 他既然在他完全順暢 為了那個兒子順暢的人 真作英文得救的經緣 既然來說的很實在這樣說到 希伯賴書的作者這種詞 說主耶穌大聲哀哭 流別賽的祈禱 其實我們都知道 希伯賴書的作者在說什麼事情 希伯賴書在指著什麼事情 在指著主耶穌在克星瑪尼猿的祈禱 在指著耶穌在克星瑪尼猿的祈禱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在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有记载着主耶稣在克西玛尼远的祈祷 有记载着主耶稣在克西玛尼远的祷告 这个时候的主耶稣 这时候的主耶稣 将要面对的是十字架的苦行 将面对的是十字架的苦行 这是人真无愿意去面对的 这是人非常不愿意去面对的 也是很大的残酷 主耶稣面对十字架 他不是无能为力的 不是无能为力的 他不是说被逼的 不是被逼的 就像后来 幽黛带人来到耶稣的时候 就像犹大要派人来抓耶稣的时候 彼得把刀拔出来 彼得拔出了刀 耶稣说你把刀收起来 耶稣说你收起刀吧 主耶稣这么说 我敢没有要求 要求要求十字架的天使来给我尽求吗 我不能求父差十二银的天使来拯救我吗 有啊 耶稣有这个能力 有啊 耶稣有这个能力 祂也有这个宽并 祂有这个权柄 祂不是无法度 祂并是无能的 祂是因为要顺忠神的意思 祂是因为要顺服神的旨意 明明头状是苦难 明明前面是苦难 明明头状是真快去面对的一个苦行 明明是很难面对的苦行 明明不是自己无能力 明明并非自己无能力 但是因为要顺服神的意思 但是因为要顺服神的意思 必须要去面对 必须要去面对 必须要去信仿 必须要承担 这个时候的主耶稣 这时候的主耶稣 祂来到克西玛尼园祈祷 祂来到克西玛尼园祷告 我们可以这里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二十六章 请看二十六章 从三十七节看起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出了三个文道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 往前去到那里祷告 往前去到那里祷告 三十七节就说了 三十七节又提到 说亚索就悠愁起来 极其的难过 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神志甲温度这样说 甚至告诉门徒说 我心里很悠壮 凉凉要死了 我心里忧伤到几乎要死了 其实我们可以在圣经的描写里面 看到耶稣是真有情绪的 看见了耶稣的情绪 他非常忧愁 他非常忧伤 难过 浪浪要遮不住 快过不去了 所以他一直期待 所以他一直期待 他所疼爱的三个门徒 他所疼爱的这三个门徒 可以跟他一起警醒祷告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柯西玛尼园里面 他的三个门徒都睡着了 他三个门徒都睡着了 主耶稣虽然叫他们 主耶稣虽然叫醒他们 但是他们仍然睡着了 但是他们仍然睡着了 当然希望有人陪的时候 当他希望有人陪的时候 有人跟他做的生丹的时候 有人与他一同承担的时候 他只是孤单一个人 他只是孤单一人 我们可以去想像 我们可以去想像 耶稣有五个年孤单 耶稣有多么孤单 有五个年孤单 多么无奈 有五个年孤单 有多么的寂寞 也有五个年孤单 有多么的难过 这个时候的耶稣 这时候的耶稣 他就在那里祈祷 他就在那里祷告 他要来说的祝诫就特别这样说 希伯来说的作者这么说 说他大声哀哭 说他大声哀哭 老也哀祈祷 流泪的祷告 甚至他自己的胸痛 甚至是极其的伤痛 祈祷跟火也清楚 火点在地下来 祈祷到汉诸如血滴 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 这是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 一个疼苦的耶稣 一个难过的耶稣 一个疼苦的耶稣 一个哭泣的耶稣 我们看到祖耶稣这样 我们看见主耶稣如此 再想看看啊 我们想想看 我们人生的遭遇 我们人生的遭遇 在我们人生的遭遇 在我们人生当中 谁没遇到困难呢 谁没遇见过困难呢 人籍我们都要遇到逐渐 甚至我们遇到了处境 这跟我们是不是信仰说没关系 这是否信耶稣是没有关系的 不如在圣经里面 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 在亚西亚这个地带 他也要遇到极大危机 他也曾遇见相当大的危机 所以谁要让哥林多德教会 他们现在这样说到 他写信给哥林多德教会的弟兄姐妹 怎么说 说我要这样遇到困难 我曾遇见困难 比这个档打底的很重 在这个重担里面很重 我觉得我没得贏过了 我觉得我赢不过去了 甚至连活命的机会就没有了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这是活命绝境的一个情形 那是多么绝境的情形 这是保罗的经历 这是保罗的经历 其实我们不是同样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人总是有失败的时候 人总是有失败的时候 在困难的时候 遇见困难的时候 被人背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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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痛 有病痛 有逼迫 有逼迫 有让人忍力 有凌辱 有很无奈的时候 有很无奈的时候 有很悠口的时候 有相当愁苦的时候 甚至在教会里面 甚至在教会里面 有可能让人误会 可能被误会了 让人打击 被打击了 让人破冷水 被泼冷水了 我们说的都没人要听 我们所说的没人听 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都没人要出力 需要帮助的人 没有人理会 其实有太多这种的经验 其实有太多的经验了 不是我们的陆土会破壁而已 不是肉体会生病而已 心灵也会破壁 心灵也会生病 今天在这个世代肝里面 在这世间里面 忧郁症 忧郁症 其实非常普遍 相当普遍 这是现代文明病 这是现代的文明病 在信这种肝 在信土当中 也可能遇见这些事情 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 谁愿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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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愿意忧愁呢 谁愿意走不出来 谁愿意走不出来 但是有时候我们还会听到 但是有时还会听见 你不是信耶稣的吗 你不是信耶稣的吗 你怎么怎么没有信心 你怎么怎么没有信心 怎么不懂得依靠神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让我们更加难过 更加无奈 更无奈 就像圣经说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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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苦楚 心中的苦楚 只有自己知道而已 有但是那一份苦 就像耶稣在聂世的玛临缘 就像耶稣在克西玛临缘 因为有人跟他做会成当 盼望有人与他一同承担 但是其他的人都睡着了 只留下他孤单面对 人有时会遇见这些问题 但是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 最怕什么 最怕放弃 最怕逃避了 其实这是我们人有可能的反应 这是人有可能的反应 因为我们感觉过不去 因为我们走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感觉一定要拆路 因为已经走到绝路了 所以我们不愿意面对 所以不愿意面对 甚至想要逃避放弃 甚至想要逃避放弃 但这不是正途 但这不是正途 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 为自己哭 尤其我们在社会中间 尤其在社会当中 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弟兄更能体会 你看到姊妹在哭的时候 看见姊妹在哭了 你会觉得要这么正常 你觉得很正常 可能刚才有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遇见了什么事情 把她的姊妹搬公 让自己的姊妹扮倒了 跟她公公的就哭了 哭了哭了就没事了 哭完了就没事了 但是兄弟姊姊姊不是这样 但是弟兄常常不是这样 有着我们的环境 因着我们的环境 因着我们的教育 因着我们的教育 我们都觉得要做一个健康的男子汉 我们都觉得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社会也要对我们的记胎 社会也是这么期待着我们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把情绪都吞下去 我们吞下了所有的情绪 吞下去不代表没事 吞下去不代表没事 有时候一直吞下去 有时候是吞下去 后来就会出事了 后来就出事了 其实人是让我们有情绪 其实神让我们有情绪 有时候是需要适当的 这情绪是需要适当的释放 不是只有主要所有的靠而已 不是只有主耶稣会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像大卫 就像大卫一样 当他被他的儿子压沙龙背叛的时候 当他被他的儿子压沙龙背叛的时候 圣经就会这样吓下去 圣经描写 大卫的脸头盖 大卫就蒙着头 然后躺着头 刺着脚 咬着脚 上橄榄 圣经说他哪怕哪哭 圣经说他边走边哭 为什么会哭 因为这是一个让他不能接受的环境 因为这是一个让他不能接受的环境 谁背叛他 谁背叛他 他所听的那个儿子 他所爱的儿子 他给压沙龙几次的机会 他给压沙龙几次的机会 结果这个人竟然背叛他 结果这个人竟然背叛他 那是其他人背叛就算了 若是其他人背叛就算了 他疼他这么多 他疼爱他多 结果背叛他的人 竟然是压沙龙 结果背叛的也是他 所以当我们是穿我到情绪 所以他当然充满着情绪 所以他当然充满着情绪 这个情绪要怎样 这个情绪怎么办 他这些靠来着头奔 他借着哭来释放 其实我们都是同样的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神所做的人 我们都是神所做的人 我们都有我们的情绪 我们都有我们的情绪 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像一般的姐妹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姐妹 说要划口就哭 说要哭就哭 可以将我们的情绪 投放出来 可以将我们的情绪释放 但是我们继续要知道 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 情绪不是一直跌下去的 不是一直压抑着情绪 他需要有一个出口 他需要有一个出口 我当时这就说让别人听 我们需要借着说给别人听 这也是一种的投放 这也是一种释放 当然在适当的时候 当然在适当的时候 若是能哭 若是能哭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其实是一件好事 当然我们这是需要学习的 当然是需要学习的 当然没有在别人的面前 情绪牢的时候 当我们无法在人面前流泪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向着我们的阿爸伯来哭 应该向着我们的阿爸父来哭 哭给我们的天父来听 哭给天父来听 在我们的基督中来哭 在祷告中哭 过去听见一位弟兄在见证 他的学历很好 工作能力也好 家庭也温暖 家庭也温暖 对人也很好 对人也相当亲切 你看到他的时候都是笑眉眉的 看见他都是笑脸隐忍的 大家都很爱他 但是他没有忧愁吗 他没有忧愁的事情 这位弟兄在自己见证 这位弟兄这么见证 是啊 我常常表现是这样 是啊 我常常表现是这样的 想象非常美好 想象非常美好 没有错 神是给他很大的恩典 但是也有困难的时候 也有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也有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也有说不出口的时候 所以他就这样说 所以他这么说 有一次他很难过的时候 有一次他相当难过的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晚间聚会的时候 他晚间聚会的时候 特别早来 特别早到 可能七点半灯就打开了 可能七点半灯就打开了 开始有人祈祷八点要聚会 开始有人祷告要聚会了 特别七点之前就来到教会 他特别七点就来到教会聚会 所以教会里面都没有人 所以教会里面都没有人 等会儿暗暗暗 电灯都还没开 传道也没下来 他就是这个暗暗暗的火灯 在这漆黑的会堂里面 在那边祷告 在那边哭泣 向天父来哭 他这样分享 当他祷告完之后 当他哭完之后 他觉得卸下了他的重担 事情解决了吗 事情解决了吗 事情仍然没有解决 但是他的情绪在到头上 但是他释放了他的情绪 这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 这是我们来学习的 谁没有艰难的时候 谁没有苦说不出来的时候 谁没有苦说不出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 该如何 其实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其实我们只要到主耶稣面前 像主耶稣的一样 就像耶稣一样 来到克西玛尼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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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哀哭 大声哀哭 老百姓祈祷 流泪祷告 我们在克西玛尼园的记载里面 可以看到 我们在克西玛尼园的记载可以看到 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到 在路加福音记载 当然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祈祷 当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 有天使的出现 来加添你的苦以来 来加添祂的心力 压所有问题 耶稣的问题 所有面对的十字架 祂所要面对的十字架 仍然在面前 困难没有在这种解决 困难并没有解决 但是祂在这种苦以来 但是祂得到了力量 所以祈祷以后 祂祷告之后 祂跟祂的问题如何说 祂跟祂的门徒怎么说 说起来 说起来 我们怎么办 买我的人快 卖我的人禁了 耶稣在祈祷中间 耶稣在祷告当中 在口里面 在窟里面 在到的帮助 在到的困难 在到的困难 得到的困难 可以勇敢来面对祂的挑战 可以勇敢来面对祂的挑战 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们来看另外一段圣经 看另外一段经节 看来看原条福音11章 请看原 lore福音11章 是原 EN福音11章 原�福音11章 32节 有证福音11章 32节 原谊福音 journalist 144 Krist 新约144炎 馬里亞到了亞蘇那裡看到他就趴在他的腳前說 主啊 你如果以前來 我的兄弟就一定不會死 亞蘇看到他靠 並且看到跟他做的 來猶太人也靠的心來悲嘆 更真要求 並說 你把他安放在哪裡 他回答說請主來看 耶穌哭了是記載在這個地方 耶穌哭了是記載在這個地方 這是主耶穌為了拉撒路在哭 當然主耶穌為什麼為拉撒路哭 當然主耶穌為什麼為拉撒路而哭 因為拉撒路破邊死了 當然這件事 主耶穌開始就知道了 主耶穌一開始就知道了 馬達跟馬里亞也找人來找亞蘇 馬達跟馬里亞也猜人來找耶穌 來告訴他 說你所聽的那個人破邊咯 說你疼愛的那個人真病 你趕快來 因為他也知道 主耶穌有這個能力 主耶穌有這個能力 但是我們都知道 當主耶穌來的時候 當主耶穌來的時候 烈撒路已經死了四天了 我們可以看到 當耶穌來的時候 不管是馬大跟馬里亞 不管是馬大或馬里亞 都在那裡哭了 並且告訴耶穌 你若早來 你若早一點來 我的兄弟就不會死了 我的弟兄就必不死 他兩個姊姊在那邊哭 四周圍的人都在哭 亞蘇就哭了 耶穌就哭了 當然我們在看這段聖經 也看了一些參考書 他會這樣跟你說 他有這麼說 為什麼耶穌會哭 因為我們在這段聖經裡面 可以看到 雖然主耶穌可以看到 雖然他這麼說 主啊你若早來 說主啊你若早來 我那裡就不會死 我的兄弟必不死 其實主耶穌怎麼告訴他 我們如果看二十三個地方 我們看二十三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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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跟馬大這樣說 耶穌告訴馬大這樣說 說你兄弟一定會給我 你的弟兄必然復活 馬大也說 馬大也說 我知道他會給我 我知道他會復活 但是是在末日的時候 但是是在末日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這段聖經 其實我們看完了這段經濟 我們也知道 耶穌所說的跟馬大馬里亞的 人物是不一樣的 耶穌所說的和馬大馬里亞所認知的 不一樣 耶穌是跟他說現在才會給我 耶穌是說現在就復活 但是馬大馬里亞 他們的靈體是什麼會 但是馬大馬里亞的認知是什麼 你會給我 末日會復活 所以有人會這樣說 所以有人這麼說 為什麼耶穌會哭 為什麼耶穌會哭 其實耶穌有一分的想起 其實耶穌是一份的生氣 因為我們在三十三十這裡看到 因為在三十三節看到 說耶穌悲嘆又憂愁 耶穌悲嘆又憂愁 原來的悲嘆這個字 有生氣的意思 有生氣的意思 所以有人這樣解釋 所以有人這麼解釋 說耶穌是生氣的 所以耶穌很生氣 說你都不理解 你都不理解 沒有真正的認識我 沒有真正的認識我 不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你們的理解 都是末日會復活 所以你們理解的 都是末日會復活 我跟你說 是現在的復活 我告訴你們的是現在的復活 這是一種的公法 這是一種說法 當然有另外一種這樣說 當然有另外一種說法 所以我們是在向 台馬利亞想起 主耶穌不是在向 馬大馬利亞生氣 是在向死亡這件事 是向著死亡這件事 是向著死亡這件事 是將死亡的魔鬼在想起 或者長死權的魔鬼在生氣 不管是因為馬大馬利亞 不管是對馬大馬利亞 甚至對著死亡這件事 或者對著死亡這件事 其實都非常驚討 在少年的戰畜 其實都是強調屬靈的層次 但是我們如果看這段聖經 如果我們看這段經節 對三十二十開始死他 從三十二節讀起 一直讀到三十六節 一直讀到三十六節 我們看三十六節 請看三十六節 三十五節 三十五節 耶穌靠樓 猶太郎就說 你看他要這個人是 有一個好頂的昆寸 我們如果看經文 我們看經文 它是有我們的聖經跟我們說的 其實有時候聖經所說的 並不是那麼深的事情 就是那麼深的事情 不是那麼神奇的事情 別人看牙所在靠 觀看耶穌在看 別人的感覺是怎樣 給人的感覺是什麼 你看對這個人的感覺 沒有那麼深 他對這個人的感情有多多稱切 就像我們對聖經裡面的人也一樣 就像在聖經裡面一樣 他灑入是什麼 他灑入是什麼 耶穌說這是我們的朋友 耶穌說這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朋友生病了 我們的朋友生病了 馬利亞馬代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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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愛的那個人生病了 你所愛的那個人生病了 雖然對頭到罵都知道 雖然耶穌從頭至終都知道 要發生什麼事情 要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馬大馬利亞差人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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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馬大馬上去了 許醫師並沒有馬上去 甚至在第四十個所在這樣說到 甚至在第四節提到 耶穌聽到消息的時候 耶穌聽到消息的時候 耶穌是這樣說的 耶穌是這樣說的 耶穌是如此說的 說這個病不得到死 哪是有到神的營養 這病並不會致死 乃是因為神的榮養 耶穌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情 耶穌知道接著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情 耶穌也知道拉薩路會從死復活 耶穌也知道這幾件事 耶穌知道這幾件事情 是為了神的營養 是為了神的榮養 是為了耶穌要在這條營養 為了耶穌要得到榮養 耶穌都知道 耶穌都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當主耶穌來到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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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是送家 這個地方是商家 當他來到這個地方 當他進到商家的時候 他看到圍族的時候 看到儀俗的時候 他聽到他的這個這樣說 看到他的姊姊這麼說 主啊你若早來 主啊你若早來 我兄弟就不會死咯 我的兄弟就不必死 聽到他在哭 聽見他在哭 聽見眾人在哭的時候 聽見眾人在哭的時候 耶穌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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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我們人有的歡迎嗎 這不是人與有的歡迎嗎 這不是人與有的歡迎嗎 對啊 跟我們一樣啊 對啊 耶穌跟我們一樣 對啊 耶穌跟我們一樣 我們還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在家裡 我們有一個好的朋友 在家裡 被主耶穌召回了 被主耶穌召回了 你本來就有一份的情書 給你的哀傷不甘 你會哀傷不捨 你到商家的時候 你進入到情境裡面 進入到情境裡面 你看到他家裡的人在哭 看見他們家人在哭了 看見他躺在那個地方 看見他躺在哪個地方 你就哭了 這不是真的主人的歡迎嗎 這不是很自然的反應嗎 這段聲音告訴我們 這段經節告訴我們 耶穌跟我們一樣 耶穌跟我們一樣 耶穌在這個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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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然是天上的神 但是他也跟我們一樣 但是他也和我們一樣 是帶著肉體 是帶著肉體 是秋麻到情緒的 充滿著情緒的 這對我們來說 這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的難過 有時候我們會難過 我們不是不知道 我們不是不知道 我們要向天上的主 來祈禱 我們要向天上的主 來祈禱 我們應該要靠 讓我們的天父知道 應該哭給我們的天父知道 我們也這樣做 我們若這麼做 但是有可能一段時間 但是有可能有一段時間 沒有什麼改變 沒有什麼改變 我們也沒有什麼反應 可能我們的心來就開始想了 可能我們心裡就開始想了 耶穌有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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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意嗎 耶穌在意嗎 他在意我嗎 他是天上的神 他有看到我這個微小的人嗎 他有看見我這個微小的人嗎 我遇到的問題 我遇見的問題 對我來講是天大的問題 對我來講是天大的問題 可能在神的感中 但是可能在神的眼中 是一件小事情 是一件小事情 這樣主要說 有看到我嗎 這樣主要是有看見我嗎 有聽到我的基督嗎 有聽見我的禱告嗎 難道在意嗎 難道在意嗎 他在意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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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但是我們會這樣想 有時候我們會這麼想 但是我們想看看 為什麼我們想想看 去到 到拉撒路的耶穌 到拉撒路的耶穌 我們可以得到一份安慰 我們可以得到一份安慰 因為聖言跟我們說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最好說來到拉撒路的耶穌 聖經耶穌來到拉撒路家的時候 雖然拉撒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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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知道本來就發生了一切的事情 他也知道將來會發生一切的事情 他也知道待會兒會從死裡復活 但是主耶穌來到這個地方 進入聖家 進入那個悲傷的情境裡面 進入悲傷的情境裡面 他的情緒也變成悲傷 他的情緒也悲傷 他也感受到 甚至他可以動力 甚至可以同理 所以耶穌在這裡哭了 所以耶穌在這裡哭了 他不是沒血沒淚的 他不是沒血沒淚的 他是可以體會我們的感受的 他是可以體會我們的感受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煩惱 我們的煩惱 我們的疑問 我們的疑問 可以到安慰 可以得到安慰 因為我們在哭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哭的時候 我們在哭的時候 我們哭給耶穌聽的時候 耶穌有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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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不是動作沒看到 耶穌沒有當作沒看到 耶穌可以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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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也可以體諒 耶穌也可以體諒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如果主耶穌知道 但是主耶穌知道 但是主耶穌不在意 耶穌說你這是稍微的事情 覺得是一件小事 與我有關何關 我們的啟禱有什麼意義呢 那我們的祷告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因為耶穌知道 耶穌也能體會 耶穌也能體會 耶穌也看重 耶穌也看重 這樣我們的祷告才有意義 這樣我們的祷告才有意義 看到一節神經 一點經節 西伯來書第四章 希伯萊书第四章 希伯萊书第四章 十四節 希伯萊书第四章十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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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十六節 新約三百十六月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生立高天尊嚴的大祭祀 就是新的兒子牙所 便當於市場所心臨的桌 因為我們的大祭 是便當於無法退休 我們的兩者 他也會反思思過的企壇跟我們一樣 只是他沒有反追 所以我們只管 坦然無害羞 來到西陰的保祖前 為了要對著連絕 忘恩輝做隨時的幫助 希伯萊书的作者說同樣的話 希伯萊书作者說同樣的話 說我們可以坦然無害羞 來到亞蘇的面前 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主面前 為什麼呢 因為亞蘇跟我們一樣 因為耶穌和我們一樣 他曾來到這個世間 他曾來到這個世界 他跟我們一樣 大得六體 他和我們一樣帶著落體 他也經歷了這些事情 他也經歷了很多事情 他也會哭、笑、生氣 他也會哭、笑、生氣 所以我們的軟弱 他都可以體會 其實他沒有在這個上面 頭髮頭犯罪 只是他沒有在這上面 半島的犯罪 但是他知道 但是他知道 我們的痛苦 我們在難過 他知道 我們心中五而已痛 我們心中的痛 他知道我們五而已苦 他知道我們的苦 就是因為他知道 就是因為他知道 他可以體會 他可以體會 所以我們來到主耶穌的面前 所以來到主耶穌面前 沒煩惱 用煩惱 用怕 用懼 用懷疑 用懷疑 主耶穌到底有看到嗎 主耶穌都有看見 主耶穌到底有體會嗎 主耶穌都有體會 主耶穌到底會看見我嗎 主耶穌難道會看見我嗎 主耶穌難道會看見我嗎 那都不需要 那都不需要 因為主耶穌都知道 因為主耶穌都知道 我們只要勇敢來到主耶穌面前 我們只要勇敢到主耶穌面前 來靠給耶穌聽 哭給耶穌聽 來向耶穌侯求 向耶穌呼求 我們要在到的是什麼 我們所要得到的是什麼 是十六十最要講到的 是十六節所說的 我們要在到神的連續 要得到神的連續 要得到神的連續 要得到神的恩惠 得到神的恩惠 神要接著我們隨時的幫助 神要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 對啦 有這麼多的時候 對啦 有很多時候 我們軟症 我們都軟落了 我們無法體會主耶穌 我們無法體會主耶穌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是 主耶穌的朋友 但是我們今日若是 主耶穌的朋友 我們今天如果是 主耶穌所聽的 若是耶穌所疼的 耶穌可以體會 耶穌可以體會 耶穌願意為我們來靠 耶穌願意為我們來哭 我們來看另外一段聖經 另外看一段經節 錄加福音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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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節 四十一節 錄加福音十九章 四十一節 ici記載著 這裡記載著 主耶穌為了耶路撒冷而哭 410 Där 請看一百十二頁 錄加福音十九章 四十一節 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節 看到神秘的圖書 恩怜 恩怜 因為 Elektron 是的 我們都知道 這時候耶路撒冷 是非常輝煌的城市 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有記載著 有很多的美食和裝飾物裝飾著耶路撒冷 而且有神的聖天 並且我們知道 在耶穌這個時候 在耶穌的時代 尚未完全建造好 還繼續在修建 在祖後的六十幾年才完全建造好 這是一個讓人看到的阿樂的地方 是一個華麗的地方 是一個華美的地方 但是耶穌看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卻為他哀哭了 因為耶穌看到的 不是只看到這個外在的華美而已 不是看見外在的華美而已 他更加看見內在的對付 耶穌不是只有這個聖在哭 耶穌並非只為了這個城在哭 耶穌更是為了住在城裡的百姓在哭 耶穌更是為了住在城裡的百姓在哭 我們都知道耶穌捷進聖殿的事 主要說這樣說 耶穌這麼說 這是基督的殿耶 這是禱告的殿 你竟然給他吃就是賊收了 卻成了賊窩 是啊 聖殿非常的華麗 是啊 聖殿非常的華麗 耶路撒冷非常的華 中嚴 耶路撒冷非常的中嚴 但是在這個中間 但是在這當中 卻充滿了內在的墮落 有一個華麗的建築物 有一個相當華麗的建築物 是人所欣賞 所看重的 是人所看重羨慕的 但是神更加看重的 但是神更加看重的 是內在的人到底是什麼樣的情形 是內在的人的情形 所以主要說在這裡看得很清澈 所以主要說在此看得很清楚 也為他們來哭哭 在這裡主要說的說話 在這裡是主耶穌所說的話 有一個耶路撒冷的聖殿 毀壞的語言 耶路撒冷毀壞的語言 對於四十二十到四十四十的地方 從四十二節到四十四節的地方 其實後來在主要七十年的時候 就實現了 在祖後七十年後就實現了 後來鐵德總君公立了耶路撒冷 提多率林公進了耶路撒冷 把所有耶路撒冷和聖殿都毀壞了 將整個耶路撒冷和聖殿都毀壞了 甚至焚燒了 甚至焚燒了 當時的冰丁 當時的冰丁 為了要得到那些硬起的金箔 為了得到融化的這個金箔 甚至把舊頭一塊都毀壞 甚至挖開了所有的石頭 要得到那些硬起的金箔 為了要得到融流的這些金箔 這是主耶穌所在這裡為了耶路撒冷哀哭 這是主耶穌在此為耶路撒冷哀哭 也提到了將來耶路撒冷要毀滅的預言 並且看見了預言的實現 但是主要說為了這個神的哀哭 當時主耶穌為了這個神來哭 更加重要是為了裡面的兒女 因為在四十四十才才有說到 因為在四十四節提到 說不是只有這個神的灰煙而已 不是這個城會毀滅而已 包括住在這裡的以色列百姓 包括住在這裡的以色列百姓 也被灰煙 也會被毀滅 也遇到這麼大的災難 也會遇到相當大的災難 在四十四十最最後一句話這樣說 四十四節最後一句話就說 因為你不知道要慣過你的時候 因為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 因為現在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這件事情 毀滅這件事情 毀滅這件事情 是被穩重的 是被隱藏的 是還沒實現的 是尚未實現的 但是有什麼這個地方的毀滅 但是為什麼這個地方會被毀滅 因為你不知道慣過你的時候 因為你不知道眷顧你們的時候 這是耶路撒冷 這是他們當時信用的中心 這是他們當時信仰的中心 所有人都來這裡拜神 所有人都到此來拜神 主耶穌來到世間的時候 主耶穌來到世間的時候 主耶穌一開始就這麼說 主耶穌一開始就這麼說 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那裡 主耶穌要帶來恩典 會帶來恩典和真理 會帶來恩典和真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主耶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随着时间的长久 挑战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信的人也越来越多 就算真的跟随在主耶稣旁边的人 就真的是真实的跟随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么多人是没明白的 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是无知的 甚至后来耶稣比例的时候 甚至耶稣被抓的时候 所有人都跑光了 他们真的有把握吗 他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 他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 没有他们并不知道 所以主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就为他们来哀哭了 就为他们来哀哭了 这明明是一个拜神的地方 这明明是神所见顺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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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为了他的选民 为了他的百姓而哭 因为主耶稣知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我们来说 今天我们也是新约的选民 耶稣为我们哭吗 我们今天有体会吗 我们今天有体会吗 我们知道吗 我们知道吗 现在是神灌过我们的日子 现在是神眷顾我们的日子 我们有把握到这份恩典 我们有把握住这份恩典吗 我们有持守神所给的恩典吗 我们有持守神所给的恩典吗 我们有无所在追求吗 我们有不断的追求吗 是这样我们活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或许我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活在我们的想象中间 活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有着这个世间在打拼 为了这个事件在打拼 还在斤斤计较的时候 还在斤斤计较的时候 却不知道 就像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一样 就像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一样 还在自以为大发热心的时候 还在自以为大发热心的时候 却不知道将来是面对的事实 却不知道将来所要面对的是灭亡 若是如此 这样我们真的是爱靠 真的我们要哭人 若是如此 天上的神 天上的神 我们的救主 看见他所疼爱所救的这些人 看见他所疼爱所救的这些人 这么的无知 难道不会哭吗 所以我们要想想看 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有活在神的灌骨里面吗 我们现在有活在神的捐骨里面吗 我们有把握着这份信仰 我们有把握着这份信仰吗 我们有看中我们的信仰吗 我们有看中我们的信仰吗 我们是一个空的外表吗 我们是一个空的外表吗 就像当时的耶路撒冷 就像当时耶路撒冷 当时圣地同样 当时圣殿一样 看起来相当辉煌 相当华丽 但是在神的眼中 但是在神的眼中 却是一个插手 却是一个贼窝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正式正贼 或许我们装饰得相当整齐 内外是合一的 内外是合一的 真的是一个新的圣神 要露撒冷 真的是一个新的圣神耶路撒冷 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应该要想想看 那是耶稣所疼的 我们是耶稣所疼的 是耶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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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里是耶稣的眼中 或许在耶稣的眼中 那是一个无敌的人 我们是一个无知的人 是一个寄责的耶路撒冷的理路 是一个拒绝耶路撒冷的儿女 耶稣为我们哭吗 耶稣为我们哭吗 那怎么想想看 我们要想想看 我们今天是一个蒙拣选的人 我们今天是一个蒙拣选的人 圣经来就这样跟我们说 圣经这么说 神在万古之先 就担选了我们 就疼了我们 让我们今天吃了他的理路 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在这个世间 我们当然有苦难 当然有苦难 但是耶稣给我们应允 但是耶稣应允我们 在他里面有平安 所以他里面有平安 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榜样 要为自己哭 要为自己哭 耶稣也曾带着肉体 耶稣也曾带着肉体 所以他能体会 所以他能体会 我们的软弱和不足 我们的软弱和不足 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有委屈的时候 就像现在一样 就像现在一样 可能在现在的情形里面 有一些什么在今儿 有一些弟兄姐妹 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 甚至是有苦说不出 我们面对这种环境 我们认对这种环境 无法改变 无法改变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 来到主耶稣面前 来到主耶稣面前 在祈祷里面 在祷告里面 为自己哭 为自己哭 哭给主耶稣听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 在神的恩典和真理当中 在神的恩典和真理当中 我们是否仍然拒绝 是败力 为你 是无知 是这个堅持自己意见 仍然坚持己见 走世上的道路 成为无知的耶路撒冷城 是这我们尽心极力 成为耶稣的朋友 成为耶稣所爱的人 我们想想看 耶稣哭了 耶稣的牺牲 耶稣的付出 用在我们的神父上 都在我们的身上 是觉得安慰呢 是觉得有值得吗 或许是我们的作为 我们的无知 我们的不顺服 让耶稣心来烈灶火 让耶稣心中淌血 让耶稣悠想为我们哀哭 让耶稣忧伤为我们哀哭呢 希望我们再一次来思想 盼望我们再一次来思想 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间 在我们人生当中 让耶稣为我们欢喜 让耶稣为我们高兴 让耶稣为我们高兴 不再为我们哀哭 下午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再会来唱诗 一起